上星期受到梅雨滞流封面影响 全台天气相当不稳定 不过这个星期天气是好转了 再加上吹南风 南部天气多为晴朗多云 偶尔山区降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要提醒的是 水泽雨是减少气温向上攀升 满洲温度多在32到33度之间 山林区因为地势的关系 可能会到36度 特别要注意水分补充 以免被艳阳晒空了头 相较于上个星期 全台各地毫大雨不断的情形 本周南部地区天气相对的稳定 但要担心的是气温突然飙高 可能会出现身体不适或是中暑等情形 随着梅雨滞流封面远离 天气预报图 台湾上空看不到厚厚云层 取而代之的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 南部地区是主要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西南风会带来比较温暖潮湿的空气 所以整个天气的表现是有局部短暂震雨 那午后呢要注意一下山区会有较大的雨势 由于第一波 美封面还在大陆华中华南一带 短期内不会影响到台湾 再加上吹南风影响 本周天气相对稳定 但要注意的是温度将会上升 部分地区甚至会飙到36度 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 如果云量不多 温度很容易飙升上去 我们高雄地区是以近山区的山林区附近 是比较容易有高温的现象 那在未来的这一周 山林区主要高温预报是大概是在35度 那如果云量少一点的话呢 那预期还是会有36度的黄色警示灯号出现 白天气温上升偶然零星短暂阵雨 形成典型的夏季气候 这时要注意水分补充以防中暑 温度方面因为温度比较高 所以要提醒民众呢 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 注意避免热衰竭及中暑的一个情况发生 气象站主任表示 6月下旬已经到了梅雨的尾声 尽管还无法确定是否有梅雨封面继续南下 但可以确定的是 酷热的夏天即将来临 港都新闻王思武李正道采访报道